哎哟 七八八 怎么看到熊猫打电话了 肉肉今天不蹦迪了 改包电话周了 原来是肉肉 今天见到游客掉落到场地的手机 吃货肉肉捡起来就往嘴里炫 吓得在场一一门尖叫连连 太危险了 我们能看到屏幕已经一口咬碎 这屏幕碎片残渣 或者电池里重金属电解液之类的 吞进肚子真是不敢想象 现场奶妈都有提醒 手机不要伸出栏杆 但是还是发生了这种事 在这之前 肉肉因为在树叉上玩耍 树叉忽然断裂 不排除游客吓得一机灵手抖掉落了手机 但是只要遵守园区规定 不把任何物件伸出栏杆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对吗 听说昨天还有游客投喂肉肉李子 上个月还有人投喂吃过的玉米棒子 都已经2023年了 但是不喧哗 不投喂 不拍打玻璃 不开闪光灯 这应该是进动物园的基本规则吧 肉肉确实是个小吃货 也许投喂的人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建议你别出发 对啊 对bread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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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呀 嗯 我 独宝的电话都是假的 哄小孩玩的 不像我的 我的可以点外卖 喂 超市吗 来200斤南瓜 别走正门 别让奶爸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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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